当我们今天针对这一部影片 我们的正确的名称还有关键字 应该要怎么样去下 应该要怎么样去设定 所以我们先点选这个编辑影片 首先我会把这个类别的字 类别的字放到后面去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阿拉伯数字我就不调动了 05 认识知识管理与建立流程图的第一部 这边应该是重点应该是在画出流程图 所以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认识知识管理 什么是知识管理 比如别人上网去搜寻的时候 他会下知识管理四个字 然后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所谈的知识管理 就是说把一些规则定出来 然后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 然后有没有一些什么是否的判断等等 化成一个流程图 这就最后会形成一个SOP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知识管理 所以在这个地方知识管理应该是很重要的重点 然后建立流程图应该也是很重要的重点 但是我想别人可能在搜寻的时候他会搜寻什么流程图怎么画 类似这样子的口语 或者是说他可能不会写什么建立流程图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建立流程图的第一步 这个1我都觉得应该改成阿拉伯数字的1会比较好 不过这几个都是很棒的关键字 所以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改了 好 然后接下来在这里面 是不是应该要放适当的 例如说有没有知识管理 有知识管理 然后流程图 好 基本流程图 我再加一个流程图好了 因为一般人不会去打基本流程图 他只会打流程图 这样子的话比较方便被他找到 接下来呢 这边这个叫做资讯和设定储存 储存好之后呢 还有这个结束 结束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要赋予给他 就是结束画面 我先把 我只想给大家看到10秒钟的一个结束画面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新增元素 新增什么 新增我的最新上传的影片 还有新增 新增配合观众喜好的影片 新增 这个影片播放清单 影片播放清单 那我会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 他从这个VCL视觉画图表设计 他从第一步开始看 那就整个直接看这个清单 建立元素 还有最多只能放4个 在这个地方还有别种哦 例如说可不可以宣传另外一个频道 因为我有4个频道嘛 所以我可以宣传另外一个频道 还有这边有看到连结吗 就是连结到一个指定的网址 也许是你的脸书粉丝团都可以 脸书粉丝团也有一个网址啊 好 这是都可以的 只是我没有启动 我没有启动这个连结到粉丝团 因为真的三不五时就会有人写信说 请问你的那个片尾 可不可以帮我打广告 还有你可不可以就是说 使用我们的什么音乐 好 类似这样子的一些设定 我一律谢绝 全部都 反正就是我也没有想要去连结 让开放连结给别人使用 好 那我通常会放就是方便别人来去订阅 接下来订阅我都会放在右下角 然后配合观众喜好 所呈现出来的影片放在这边 这边是什么 那个整个的播放清单 所以总共63部影片 这是最新上传的 这是观众最喜欢的 好 然后接下来这个人 我会放到正确的位置 有看到那横线跟直线吗 这就是代表一个对齐位置 这个的中间 还有这部影片的中间 然后接下来点选确定 然后接下来我就直接点它 去观看一下 例如说点选一个赞 自己要认同嘛 然后接下来就让自己这个影片呢 从头到尾去播放一遍 给你们去看最后面 就这部影片的最后面 你看它是不是就自动跳出来说 这边自动切割地址 这是我最后一次放上去的一部影片 就是好像是两天前我放上去的一部影片 然后这是什么 这是观众看比较多的这部影片 还有呢 这就是那个整个Visio 视觉化图表设计 那整个63部影片的播放清单 这个呢 这个就是我点它就可以去订阅 但是自己不能订阅自己 所以例如说我点它 它是不是就切换到那整个Visio 视觉图表设计的整个播放清单 在这里全部都是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哦 所以这是结合我刚刚 纵规今天大概你必须要掌握到的知识 记住就是这个内容 标题字还有关键字 关键字 这边就看不到关键字了 关键字要自己去正面去设计 但是方便让别人找到影片的方法 还有什么地方呢 还有就是片吻 这部影片的最后面的植树画面 好那我想就暂时先介绍到这边